放出2020要参选总统的消息 不是为了非选不可 而是想不经意间让蓝绿知道 我辞去鸿海的董事长 依旧还是有影响力 也还是买得起劳力士 更不会吃土 登记前的一个无聊夜晚 想起了可爱却无辜的马 收到了一条鱼的欺负 我念头一转 告诉了可疲我不想选的消息 当时她的表情 从蒙圈到怀疑 到惊讶 最后倒不敢相信 特别好玩 消息一出 我看了看我袁公主的iPhone 国民党大佬们着急的找我 看起来是想谢谢我 顺便跟我要最新的iPhone 11 Pro 当然也包括了那条鱼 想到她回家后 开心地吹着小曲 以为能赢过小菜 喝一瓶金门高粱 高兴地把我的消息 分享给自己的妻子 妻子高兴地打给女儿 告诉她 当选后可以买回农舍的消息 也许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2020这局势已定 下一步 这鱼的民调会掉到非洲 国民党这一锅 我也不需要扛 想到这里 我充实而欣慰 唉 有钱人的选举 往往就是这么 朴实无花 且枯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